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研究所仅次造了一个奇怪的陨石 从宇宙坠落到白花牧场附近的一片森林 TFO出击请去查看 大戒也乘车坠了出去 在坠落地点附近 豆浅发现了一群备家士兵 在追一个女孩 直接在TFO上开枪攻击士兵 而在女孩快跑不动的时候 大戒也赶到 配合豆浅消灭了全部士兵 这个女孩是目前为止 颜值最高的了吧 她叫做莱达巴龙 弗利色星贵族的女儿 从小和大戒一起长大 可以说庆没住吗 大戒一直以为 她在贝加联合军进攻的时候已经遇害 事实上莱达能够逃到地球上 也是贝加联合军放纵的结果 莱达自己大概也是不知道的 她在弗利特星被攻陷的时候就被抓住 贝加大王对她进行了洗脑 说大戒是弗利特星的叛徒 自己驾驶古兰泰沙逃走 而不管他们的死活 不过她逃到地球是受到指示 还是她不清楚 指示被动的按照计划形式就不清楚了 不过莱达是喜欢大戒的 莱达向大戒说 自己的弟弟被叛徒害死 让大戒很生气 并说一定会找到叛徒杀掉 莱达一直在找杀大戒的机会 不过因为一方面爱着大戒 一方面确实不好下手 一晚莱达来到了存放古兰泰沙的地方 想要用质子炸弹毁掉 不过被大戒及时制止 因为古兰泰沙如果不是大戒靠近的话 就会自作攻击 不过大戒没想到 莱达想要摧毁古兰泰沙 莱达控诉大戒是弗利特星的叛徒 在他们遭受贝加星侵略的时候 一个人驾驶星球的守护神 古兰泰沙逃走 这里的设定就和第二集设定不一样了 古兰泰沙是弗利特星制作的 而不是贝加联合军 大戒感到很冤枉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弗利特星被全灭 被迫逃到的地球 莱达以自己为例 反驳被全灭的言论 在莱达这个实力面前 大戒也不好反驳 而让莱达想要杀大戒的 还有一个理由 现在的圆盘兽都是用弗利特星人脑波控制的 当初第一集出场的圆盘兽吉尔吉尔 就是莱达的弟弟西里乌斯 可以说莱达的弟弟是大戒杀死的 说完莱达突然狂暴化 把受到打击的大戒打倒 博士和兜姐儿这时也赶到 把莱达打昏 送到了一股室 博士在莱达的头部 发现了奇怪的金属 立刻对莱达进行了手术 醒过来的莱达忘记了昨天发生的事情 看来他的大部分行动 都受到了脑波操作装置的控制 而大戒这边因为昨晚的事情精神崩溃 尤其是自己亲手杀掉莱达弟弟的事情 以及每个圆盘兽 背后都有一条弗利特星人的生命 莱达一直都爱着大戒 看到大戒这样十分自责 此时被加星人也开始进攻这里 刀甲看到大戒精神崩溃 想用自己的方法让大戒清醒 这么多集 大戒抄刀甲的巴掌 这次都还回来了 不过这样还是不行 只能上电机聊法 最终大戒醒来 立刻出去找莱达 而莱达因为自己被控制 做出了伤害大戒的事情 十分伤心 他驾驶着来到地球的莱达版远盘兽 冲向了敌人的远盘兽 打力打力 他认为现在能为母亲报仇的 只有大戒了 所以为了大戒能够活下来 要牺牲自己 虽然大戒醒来后 驾驶古连泰莎赶了过来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伤害大戒的愧疚 还是怕大戒刚刚清醒 还被电机不是对手 莱达仍然冲向了敌人 进行自爆 莱达的死让大戒的心态 从在地球躺平 改变为了消灭被加联合军的进攻型 上次战斗的解释后 团兵尾仍然在呼唤外星人 不过因为木叶光已经知道了 被加联合军的事情 所以对父亲的做法十分不满 研究所这边立即建造了一个火箭 有兜奖和研究所的小林 乘坐火箭前往宇宙 火箭的名字叫白华号 这次去宇宙的目的 是为了建造小型空间站 算是为了未来的一种测试 最终的目的是可以建造 能够停靠宇宙飞船的大型宇宙空间港 为了人类能够探索宇宙 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 看到研究所在组建空间站 卡达尔女士有了新的计划 派出圆盘兽吉特吉特 去攻击兜奖他们的空间站 并且还派出了大量的飞碟 封锁了研究所的附近 就是为了当古莲泰沙出去支援的时候 能够摸清出击地点 虽然接到了博士的通知 但是因为小林工作的失误 在兜奖帮忙解开卡住的绳索时 圆盘兽已经接近了他们的空间站 空间站遭到了攻击 兜奖没来得及登上指挥船 而圆盘兽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空间站的工作人员漂流在宇宙 所以并没有杀死兜奖 大姐看到研究所陷入危机 执意要出击 研究所发动了白华火箭2号 同时有火箭释放强烈的干扰箭波 吸引研究所附近飞碟的注意 古莲泰沙趁机出击 虽然小飞碟炸掉了白华2号火箭 但是古莲泰沙也没被发现踪迹 成功到达宇宙 在宇宙中开始和大量飞碟交战 圆盘兽吉特吉特也找上了古莲泰沙 吉特吉特的机器人形态 肩部圆盘可以选择攻击 而此时的卡达尔司令也下达了最新命令 加派了两个圆盘兽加入战斗 圆盘兽乌鲁乌鲁围攻古莲泰沙 使用飞联做武器 大姐也飞着古莲泰沙 圆盘去支援兜甲 还好支援到位 兜甲这边正遭受攻击 差点就挂了 成功救援后 大姐也没有多次纠缠 直接加速撤回地球 除了圆盘兽 布拉奇对着赫沐姆迪也追进地球 另外一个进入宇宙的研究员小林 也到达地球 不是这边找到正在救援的时候 第三个圆盘兽哈特哈特 也来到了这附近开始攻击 哈特哈特口中可以喷射火焰 不止研究所 百花木场也遭到了攻击 其中沐叶光为了救弟弟养的兔子 被哈特哈特攻击轰了过去 此时大姐赶了回来 用圆盘把兜甲放在了研究所附近 武郎正好过来求救 兜甲把沐叶光带回到了研究所 虽然沐叶光身上看不出来伤害 不过医生需要输O型的血 只有屯兵卫符合 却因为年纪的问题不能使用 而经过这件事 屯兵卫从UFO的亲善会会长 变成了讨厌UFO 兜甲驾驶TFO 去附近的城镇血库寻找O型血 却被飞蝶拦住 而古连泰沙这边被远盘兽围 虽然找到了机会使用飞蝶偷袭 连招解决了吉特吉特 不过战斗并没有结束 乌鲁乌�困住了古连泰沙 哈特哈特也过来喷射火焰攻击 古连泰沙到底能否熬过去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支持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